竹北在地文化的小旅行 主播推荐 现在来到了新月堂 在这边我的前方还有背后 有两个好大的鱼温 这边就是可以自己撒网捕鱼 还把捕到的鱼自己盐烤料理 老板这个撒鱼网有什么技巧 要靠腰力 靠腰力 这面积好大 这一只是什么 这个在鲤鱼吧 其他部分是不是也还有鱼 很多 老板说 甩这个鱼网要靠腰力 一 二 三 啊 啊 有点逊 都喷到脸了还没撒好 还是有鱼了 再一次 第二次挑战 靠腰力 啊 啊 这样有了吧 鱼很多啊 成功了吧 成功了 呜呼 那就下去去拿它了 好 这好多鱼 哪个 好多鱼啊 上菜喽 这个就是盐烤台湾雕吗 是 那这道菜是什么 这是我们店里的糖醋台湾雕 所以台湾雕可以做成不同的料理方式 我们店里有好几种口味 像类似清蒸 盐烤 还有糖醋 对啊 对啊 那一般民众来到这边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DIY这个盐烤呢 是我们可以 我们有提供说 我们献杀的鱼上来之后 民众我们自己来烤 对啊 要不会在旁边资助 所以大家来这里报名参加 很安全的都可以烤出美味的料理 是 那我要来吃了 好 先吃这个 对 鱼皮翻开 鱼皮翻开 往上翻 真的可以 哇 你看 整个鱼皮都可以这样掀起来 哇 这里面的鱼肉 你看 乳白色的 还有点晶莹剔透耶 我来撒一点椒盐 这个鱼肉好有嚼劲喔 对 很Q 我们的鱼都很Q 糖醋鱼 这一整大块 上面都是糖醋酱 它外面的酥酥脆脆 然后里面加糖醋酱 又甜甜的 是 好好吃喔 像我们这种都市小孩 平常真的很少有这种体验 竹北在地文化小旅行 就可以来体验自己撒鱼丸 捕鱼 然后又可以吃到这些美味的料理 开动了 7月5号到7月7号 邀您合家一起 悠悠足备 共玩新夜 快点来喔